价值2090万美元 阿富汗前房长之子被爆在美满豪宅 阿富汗政权更迭期间 该国屡次爆出前高官携款前淘家中 搜出巨款金条一类的贪腐丑闻 近日 有媒体爆料 阿富汗前国防部长 阿卜杜勒·拉西姆·瓦尔达克的小儿子 赤资于2000万美元 在美国洛杉矶购置超级豪宅 引发关注 尤为讽刺的是 这位出手豪阔的公子哥 还是以那名身份进入美国 住宅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内有5间卧室 7个卫生间 院落内立直齐全 还配有私人泳池